一整片荒漠一望無際 隨著強風吹落的不規則紋理 撒在沙洲上 讓人忍不住拿起手機捕捉下這一顆 風再大都得用力才聞好好拍照 因為這裡不難讓人聯想 彷彿漫步在國外 很像國外的那種沙拉沙漠的 台灣版的沙拉沙漠 平常沒有看過這種沙漠 所以去看的時候 它有那種沙拉沙漠的 那個零零角角啊 然後一望無際這樣子 就覺得還蠻漂亮的 被譽為台版撒哈拉沙漠的是 台南七谷的頂頭 俄沙洲 因為強風而形成的沙丘美景 當陽光灑落時呈現出對比明顯的光影線條 格外浪漫 因此不少遊客都是莫名而來 而另一處未出國景點有著台版五個 哭稱號 寶塔式建築隱身其中的 掃浦陀禪修公園 有一種神秘的滄桑感 斑駁的古城建築 四周圍林木盤跟促捷 各種浮雕和石像 彷彿硬秒飛到國外 南西灣縫寺園內濃濃 異國風吸引許多遊客來朝聖 只是在疫情期間暫時關閉 不少民眾都很期待再度開放的那天 南西灣福寺在臉書公告 小浦陀禪修公園尚未開放入園 請大家以粉專訊息為主 開放的日期會再做公告 遊客如果想到這裡拍拍網美照 可得要再耐心等等了 華視新聞的劉環生 蕭小星陳信仁還能報導 哈囉大家好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